小刚今天就来简单和大家聊一聊 Richard Mill RM 理查德是如何能做到 手表戴在手上做激烈运动的时候 确保他里面的这个记性不受到任何伤害呢 这个 RM 理查德 Richard Mill 是过去这十年里面小刚刚讲 是最为火爆的这个顶级品牌之一 那他经常都和这种体育明星合作 让他们戴着这个手表 参加各种的这个比赛 短跑 网球 等等这些 那让很多这种我们平时佩戴表的消费者 很容易就产生一种误解或是一个好奇 就觉得 RM Richard Mill的手表 是否真的可以戴着进行体育的这种运动 那在这一方面呢 Richard Mill的手表就采用了各种各样的 这个新式的表刻的材料 那甚至部分的款式的这个记性 其实他也做了这个特殊的设计 那比如他这个 RM就宣称 品牌的某一些款式 采用了这个可调节的这个自动托 这个上链摆托的这个设计 那可以根据使用不同的环境来调节 这个自动托的这个转动的惯性 那但实际上其实这个奇葩的功能 其实每一次在调节的时候 都需要送到官方的这个售后 这个 Service Center 那打开后开才行 真的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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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 实用性可以讲是为零 那来到最新的改革新重点 就在于记性里面 这一次他又换了这个切换装置 那只需要按下一个按钮之后 那他这个自动的摆托呢 就可以瞬间成为180度的对称打开 那这样子上链效率呢 就处于最高和最低的两个状态 适用于日常使用 和进行激烈运动的场合 可以不同做切换 但是但是但是小刚要讲 那么话题说到这里了 既然理查的Richard Mill 用了这个科技 那为什么别的品牌不用呢 那到底机械表 适不适合带着来做激烈运动呢 那带RM Richard Mill 还是其实是不能进行激烈运动的 因为他其他的零件 就好像这个商链的轮系 这个避震器 还是这些轮轴 都没有完全受到有效的保护 其实就连品牌自己 这个创办人 这个Richard Mill的这个先生 他自己也接受这个采访报道时 他自己也承认了 他们赞助的这个网球的这个名将 拿达尔戴着他们的手表 打网球的时候 至于在2017年截止的时候 就已经打坏了五六块 这一支理查的这个手表 那这个拿达尔打坏了没关系 品牌是免费维修的 那对于我们这种普通消费者 你打坏了 品牌是不会管你的 大家要讲一讲 所以大家一定千万不要带着机械表 来进行这个激烈运动 不过话说这个装置确实是很帅 装逼真的是一流 哇玩着也是挺爽的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